在生有趣嘉明湖四天三夜的圓梦之旅中 四藏路跑协会的小林很感性地说 感谢四藏者让他有当志工的机会 总干事跟那个碧龙老师 他很荣幸说他邀我说带四藏朋友 我觉得带四藏朋友我是很开心的事情 但是比较困难的事情就是说他爬山有没有 可能就是要跟他讲一步一步要怎么走法 然后比如说有石头啊有高低那些啊 就可能就跟他讲一下这样子 然后就是应该讲一讲 其实有时候四藏朋友可能也就是会比较辛苦 我们可能就要付出比较有耐性 我在前面我就会跟他讲说 这前面有障碍物比如说躲高 或者说要躲多久才会到达那个目的 比如说附近有什么环境 或者有什么景点就跟他讲一下 这样子让他自己更了解更清楚 这样子 其实比较特别就是嘉明湖嘛 可以停留很久 跟四藏朋友一起拍照那些 其实三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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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也是很不错 不过那一段可能四藏朋友就比较困难 那时候我们跟他一起走的时候就可能就是说 就要手牵手这样拉着他这样上去这样子 当然一定要谢谢他们让我有这种当志工的 应该算是容易跟骄傲是不是 那我有这种服务机会这样子 那我是在路跑协会那边服务了八年 八年多了 然后我也是希望说 有兴趣带四藏朋友的人 可以说礼拜三跟礼拜五晚上七点半 在公馆捷运站二号出口那边 然后我们要带进他们那个台大校园 跑操场或跑校园 那个都很广 其实不用什么条件 你只要会跑步就好了 然后就 之后就是慢慢去累积机会这样子 台北台东报导 三叉三